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与伯姐妹平安 欢迎加入祷告的行列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 我在主面前拍拍手 在主面前跳跳舞 在主面前唱一首欢乐地歌 因为耶稣爱我 我知道耶稣爱我不改变 耶稣爱我 哈利路亚 我在主面前拍拍手 在主面前跳跳舞 在主面前唱一首欢乐地歌 因为耶稣爱我 我知道耶稣爱我不改变 耶稣爱我 哈利路亚 我一生 要赞美主 我一生 要赞美主 我一生 要使不住 我一生 要来展现主肉美 我一生 要为主而活 我一生 要高居住 我一生 要跟随住 我一生 要来彰显出荣美 我一生 要为主而活 我在主面前拍拍手 在主面前跳跳舞 在主面前唱英雄欢乐的歌 你耶稣爱我 我知道耶稣爱我不改变 耶稣爱我 哈利路亚 我在主面前拍拍手 在主面前跳跳舞 在主面前唱英雄欢乐的歌 你耶稣爱我 我知道耶稣爱我不改变 耶稣爱我 哈利路亚 我一生 要赞美主 我一生 要释放主 我一生 要来彰显出荣美 我一生 要为主而活 我一生 要高居住 我一生 要跟随住 我一生 要来彰显出荣美 我一生 要为主而活 我一生 要赞美主 我一生 要释放主 我一生 要来彰显出荣美 我一生 要为主而活 我一生 要高居住 我一生 要跟随住 我一生 要来彰显出荣美 我一生 要为主而活 我一生 要为主而活 我一生 要做 square and 来赞美主我一生 要赞美主我一生 要侍奉主我一生 要来掌现主荣美 我一生要为主而活 我一生 要高举主我一生 要跟随主我一生 要来掌现主荣美 我一生 要为主而活 我一生 要赞美主我一生 要侍奉主我一生 要来掌现主荣美 我一生 要为主而活 我一生 要高举主我一生 要跟随主我一生 要来掌现主荣美 我一生 要为主而活 我一生 要为主而活 主啊 主啊 使得我们要常常的来赞美你 高举你的名 主我们要跟随你 我们要来侍奉你 主啊 我们真的说 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一生都要侍奉你 主啊 主啊 愿你的恩首 与你的众儿女同在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愿我们这一生 我们可以为这位 就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让我们这一生 我们不住地来感谢他 我们来赞美他 用十章 宋词 灵歌 我们彼此对说的 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他 不但是我们的这一生 我们也盼望 我们的世世代代 我们的后裔子孙 也都永远不要忘记 这位主 他的名是佩德称颂的 让我们这一生 我不但是为主活 我也好盼望 这个信仰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让我后世子孙 能够谨守遵行 直到他们见主面的日子 我请大家来看一处经文 让我们看到 一个家庭 一个家族的 家风的形成 是多么的重要 它会影响到 不但是你自己的家族 它会影响到一个国家 甚至是全人类呢 我们用来看 约书亚记第24章 14节到25节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诚心实意侍奉他 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 去侍奉耶和华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所侍奉的神呢 是你们所住这地的 雅摩利人的神呢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23到25节 约书亚说 你们现在要除掉 你们中间的外邦神 专心归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百姓回答 约书亚说 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我们的神听从祂的话 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 在事件为他们立定 律例典章 这段经文讲到 在约书亚 他年纪已经非常老迈 他要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他把百姓 这些长老 这些的 这些领袖 他们都招聚起来 在事件 他有一番话 对他们说 这番话 今天 也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生命里面 一个老人 一个侍奉主的人 他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不是在夸耀他自己 他的工业是如何的标平 他不是在数算 他在众人面前 他们多么的辛苦 他的生平追溯里面 他自己在讲的时候 他是巴不得 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得进去 他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 这位神 使他们今天可以安居在这里 使他们可以站立在这里 享受在这里 这位神 不要忘记 而且后世子孙 都不要忘记 顺服他 依靠他 相信他 结果会是什么 忽略他 后果又是什么 他在众人的面前 毫无保留地说出来 他把这些百姓找来的时候 他讲说 不是他的生平 是这位神 如何在他们的列祖当中 在他们的家族 在他们的民族当中 是如何地恩待他们 也只有今天的这个局面的 如果你看 约书雅记二四章 第一节 开始你看的话 你就会晓得说 他在讲什么 他首先说 这位神是如何恩待 他们的祖宗像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如何 能够来到迦南 他那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 他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 神却与他同在 应许把这个地要赐给他 然后 又把 以嫂 还有雅各 赐给亚伯拉罕的儿子 以萨 以萨是神 赐给亚伯拉罕 为产业的 为儿子的 不能生育的 却有了这个儿子 然后成绩产业 然后有了以萨 有了雅各 在他们所行的路上 其实他们受过 很多人对他们 不凭待遇的 有人欺负他们 有人欺骗他们 然后你看到神怎么样 把他们 从迦南 饥荒的时候 然后带到 埃及地区 他们在那里 他们虽然 他们寄居在那里 虽然 埃及人欺压他们 但神眷顾他们 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神也施个灾 然后 使埃及人不得不放手 当他们放手 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 昂然而出 他们带着许多财物都出来了 然后又经过红海 要进入大而可为的旷野 在那里 没得吃没得喝 神供养他们 神拯救他们 神与他们同在 面对杨玛丽人的攻击 面对 面对 亚牧丽人 无论是 巴山王鄂 亚牧丽王西红 这些强大的敌人 神带领他们 胜过他们 不但如此 说主颁布律法给他们 使他们这一个 本来很松散的一个民族 他们却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他们有神所赐的最好的 律律 典章 制度 神的律法 不但如此 他们过了约旦河 他们得着迦南地 而且 他们所住的地方 井不是他们挖的 这些果园 不是他们栽植的 他们却得享现成的结果 所有所有的这一切 怎么来的 今天我们得着 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的时候 是怎么得来的 你会说 哎呀 是因为我们很努力 我们得来的 当然 你的努力是 你需要的 也就是你今天要做 你今天该做的事情 你该说的 你该做的 你该旅行的 你本来就该做的事情 这没有什么可夸的 老实说 如果不是主 给我们机会 可能 我们连 我们连做事的能力 我们连甚至吃饭能力 我们都没有 我们连住的地方 可能都没有 其实这些都是神的恩典 约属要就是告诉百姓 你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这些恩典 你要谨守 你要把它记住 你要记住 接下来 主教告诉他们 又叫告诉他们 讲说 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永远不要忘记这位神 这位神 又真又活 但他圣洁 他轻慢不得 如果不是他的恩典 我们根本接近他的机会 都没有 但他今天愿意 与我们同在 只要我们 谨守遵行 他的话语 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真的是 以神的心为心 他把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告诉百姓 告诉他的 这些后世子孙 你不要 享受了这许多 他给你恩典之后 你把这位恩典的猪 给甩开 忘掉他了 这地的百姓 为什么现在不在了 这里的这些偶像 为什么会驱除了 为什么过去 这些势力 现在不在这里了 那是因为他们犯罪的结果 神把他们赶出去 把这个地赐给你 可是未来你的生活 如果还跟他们一样的话 那结局也是一样的 所以他告诉百姓 讲说 这位神 你的心要与他对齐 他是圣洁 守约是慈爱的神 你如果 你分辈为圣 他与你同在 你所过的日子里面 就充满了 有和平 有平安 有丰盛的 这些的祝福在里面 无论是你个人 无论是你所养的牲畜 无论是你 建筑栽植的 所有的一切 都会蒙福的 这一切 有时候要说你不要忘记 可是如果 如果今天你把他手 你把他甩开 你有效法 这地的人曾经拜的 曾经的那个信仰的模式 去拜他们的神 或者是 亚伯拉罕他们来到这里之前 他以前先祖 他们在大河那边 在伯拉大河 在乌尔那边的人 他们所信仰的 他们所信的偶像 或者是在埃及 你们所看惯的 你们所知道的那些人 他们所拜的那些神明 如果你们去 去膜拜他们 你们去拜这些假神的话 那么结果 就会跟他们 拜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那你要选择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你要紧紧地跟随呢 还是你觉得那些偶像 看见雕刻很漂亮 然后他们的那种信仰的方式 去挑起你 挑起你这个肉体里面的 无论是情欲也好 你的私欲也好 那种最终之乐 你想去也拜拜他们 那个结果会是什么呢 有时候他讲得非常清楚 你们都看到了 他说你们先来做决定吧 现在就讲清楚 他说只有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这位神的 我们必定侍奉这位神 我说约书亚 你在把这些话 讲出来的时候 然后去跟这些百姓讲说 你们先做抉择 他先讲他的决定是什么 他要他们来回答 当百姓说 我们当然要侍奉这位神啊 因为他恩待我们 你刚说的这些都是真实的 我们领受这些好处 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在其中 都是恩典 我们当然要信奉这位 万君之以和华 独一无二的神啊 没想到 约书亚却这样回答 你们不能够侍奉他 你们不能够侍奉他 这是什么说呢 我们说侍奉你 你不是要答案 这是最好的答案 我们要侍奉我们的神 那他要他们记住 这位神是怎样的神 他是一位祭邪的神 他是圣洁的神 他是清漫不得的神 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讲话 你会不会讲说 哎呀太独裁了 太专制了 多拜几个有什么关系呢 我怎么只能拜你这一位神 约书亚在讲的 他自己过去 他讲不出来的 神是只有一位的 但我们过去不认识他 直到他进入到 我们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经历过 所有我们所拜的完全不能够帮助我们 甚至使我们走到错误里面 只有这位你看不见他真实存在的神 他就带领他们一步一步一步的 走到丰盛 走到他们所应许之地来 这位神 神感动他说出这样的话 而他的经历里面 他也知道相信和不信的结果会是什么 所以他临老迈的时候 他是毫不客气的 他也没有任何 好像委婉的言语 好像留言 第一步给你 说了之后你参考 你听听就算了 不 他直接了当地跟讲说 你们来做选择 我已经做好选择了 但他巴不得大家都做这个选择 能够好好来侍奉这位神 给大家来 当人们回答说 我们要的时候 他说你们不可以 因为他才知道 人遇到那些挑战 诱惑 试探 试炼 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逃避 就是放弃 我们不认为这位神 历世历代 太多人的生命经历会告诉你 我们多么容易会把我们的信仰 给放弃掉 只有主能够帮助我们 守得住 所以他说那我们来立约 蒙约 使我们还会绑在一起 我们的问题可以成为神的 我们的事会成为神的事 他会帮助我们 立约的 他会与我们同在 但是我们要走在他 我们走在他为我们所定的道路里面 如果没有这个约 我们绝对是没有约束的 我们各行几路 我们绝对是走偏的 当然整个去的历史 会让我们看到 人是不能够守约的 人不能守约 就犯罪 或者他们果真 就照着耶稣亚说的 后来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面 他们如果犯罪 然后他们被掳 他们几乎被灭绝 但是神却是守约 是慈爱的 今天他知道我不能够守约 他居然来到这个世界 他为我们 付上我们不能够付的代价 他守约 为我们付上代价 了解我们过去的 这一切的罪孽 这一切的不能 他完全地履约 然后他为我们而死 付上代价 神就他从死里复活 今天主把这个复活 能够守约的生命 赐给凡相信他的人 立的是一个新的约 这个约不再是刻在石板上面 或者在圣索旁边的 这个约书上面 或者一块石头来表明 不 他刻在相信的人的 新板上面的 一个守约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而这个生命 我今天得到了 我说主我感谢你 我每天我都愿意 来感谢 来赞美 因为我真要荣耀你的命 但仅仅是这样吗 约想说不够的 我和我家还不够 我帮你们找来就盼望 每个家庭都这样 而且我的子孙 世世代代都这样 都能够传承下去 有人说没有好的家风 家景怎么会红火呢 一个村子里面 如果没有好的村规 这个村子怎么会安宁呢 如果没有神的话语 神的律法 神的圣言来引导我们 这个家 我们怎么会活在 一个正确的引导里面 怎么会有喜乐 会有平安呢 我求主让我们的信仰 传承至我们的主 我们有祂的话语 在引导着我们 我就世世代代 让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子子孙孙 宝贝 这位赐给我们话语的神自己 也谨守遵行祂的话语 让我和我们的家 我们世世代代 都行走在 祂所喜悦的路上 使我们可以成为 万代的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愿这个传承 从你家开始 也祷告 为你周围的人 我们都能够来传承 这个美好的家风 尤其在神的家里 更是 如此 让每一个教会 都渴慕神 都渴慕祂的话语 在祂面前 求告祂 亲近祂 祂就亲近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就让我们成为一个 数算主恩典 我们世代不忘本的人 我们一起来开始祷告 哈利路亚 耶稣我谢谢 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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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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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和华 你是独一的真神 你坐在宝座上 从亘古到如今直到永远 主啊 主啊 祢的创造 祢的恩典 祢的爱 是明明可知不可推诿的 主啊 恳求祢赦免祢的儿女 主啊 我们常常忘记数算 从神来的恩典 主啊 我们偷窃了属于祢的荣耀 我们将这些恩典视为理所当然 主啊 恳求祢赦免我们 主啊 恳求祢帮助我们 能够常常存继这样子的恩典 主啊 将祢当得的一切荣耀都归给祢 谢谢主 我们再来祷告 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的信仰是坚定的 也让我们能够看清楚 在有个岁月里面 无论是我们的祖先辈 他们拜偶像的结果会是如何 让我们偏向主 我们偏离主 我们去投靠别的 我们的结局是如何 让我们看清楚了 让我们就好好地来 亲近我们的神 我们不再让别的代替我们的神 别神来代替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愁苦加增 让我信靠能够坚定不移跟随主下去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啊 我要谢谢你 亲爱的神 主啊 我赞美你 主啊 我赞美你 主啊 谢谢你赐上你宝贵的话语 主啊 你跟我们说 主啊 你今天已经将生死祸福 成名在我们眼前 主对我们的心说 你要选择生命 主啊 让我每一天在你的面前 主 我选择在我里面 主啊 来持定主你给我生命的道 主啊 也让这道引导我们后代 主啊 每一个世代 主在你的道中 主 我们被你不断地来教证 主啊 不断地来转向你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让你的道 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道路 阿们 阿们 我们就来祷告 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 为我们家族里面来祷告 我们求主让我们 虽然我们领受上帝很多的恩典 但是我们不要被我们眼前所看到的 我们就以为满足 因为仇敌也会借着 我们外在的一些丰富 把我们的心带离了主 因为所有的一切 蒙福的根源是神自己 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不受到 现在很多科技一些发明 使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借着这些 我们去接触其他的东西 来霸占我们的心 霸占我们的心 成为我们的偶像 弟兄姊妹 专心地依靠仰望神 专心仰望神 弃掉那些不好的东西 我们盼望 我们跟随主 能够是绝对的 是专心的 好吗 我们先来祷告 祿着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仰望 主啊我要紧紧地跟随你 不只是我 我和我的家都要来紧紧的跟随你 主啊 在这地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但这时候我们要来到你面前说 主啊 你帮助我们 主啊 你帮助我们脱离那些捆绑我们的 主啊 我们单单将你的话语高举 主啊 将你自己高举 主啊 让你的一切来掌管我的家 我的孩子 主啊 愿我在我的家中 主啊 真的是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带我的孩子一生都来 主啊 定心在你的面前 以你为我中心 唯一的一个主 一个王 主 谢谢你 阿们 主啊 愿你恩待我们的家 主啊 好让我们有向摩西传承到 约束亚 主啊 大卫传承到 祝他的儿女 主啊 向着 保罗跟提摩泰 主啊 向 以利沙白 还有撒加利亚 传承到世絮耶翰 哦 主啊 都有一个美好的传承 让我们世世代代 主啊 以跟随我的主 主啊 以侍奉我的主 为荣为乐 谢谢主 奉考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一生 要赞赔主 我一生 要侍奉主 我一生 要来掌现主荣美 我一生 要为主而活 我一生 要高居主 我一生 要跟随主 我一生 要来掌现主荣美 我一生 要来掌现主荣美 我一生 要来掌现主荣美